大家好,又是我Edison 不經不覺2020年剩下最後幾天 我想趁這個時候製作一個比較特別的一集 就是2020年香港古典音樂界的大肆回顧 眾所周知,2020年也是貝多芬250歲誕辰的紀念年 如果我借用第五交響曲中著名的一個比喻 就是這個著名的主題 其實就是代表了命運的敲門聲音 我想2020年敲門的並不是命運 而是一場可怕的瘟疫 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今年大部分的大洩都跟疫症有關 首先就是因為疫情 香港政府就要下令將它合下的表演場地 好像史無前例地所有關閉 而其他的表演場地都相繼地跟從 所以其實去到11月中 香港其實封場的日子是超過200天 即是說在這200多天入面 香港是完全沒有任何現場的 在劇場中的現場演出進行 而且這個疫情也都起起伏伏 曾經有好轉過場地都可以解封 亦都被表演者和觀眾入場看表演 但是亦都曾經發生過 講樂在揭幕音樂會之後 其中一名樂師就是確診的 由於當時的台上有很多表演者 更加特別重要的是 因為林鄭月娥當日也是看了表演的 所以亦都引起了傳媒去爭相報道 而整個樂團的樂師也都需要去隔離 場地也都要暫時關閉去進行清洗 可能就是之後也都沒有任何人確診了 或者這個就可以間接地證明了 劇場界裡面自己做的一個防疫措施是有效的 而由於疫情不停地反覆 其實去到12月第四波又再次來臨 令到劇場又要再一次封閉 到現在都是重開無期 甚至去到明年到明年一月的表演節目 其實都已經相繼取消了 究竟場地何時可以真正解封 令到大家可以入場去看表演 真是一個未知之數 由於疫情令到場地關閉 所有節目也都要被逼取消延期改期等等 令到很多業界的朋友即時是沒有了工作 亦都是因為這樣 在政府或者不同的組織 亦都是相繼推出一些紓困的計劃 譬如政府發放了多輪的一個救助基金 給業界去申請 或者是西九管理局 亦都是有一個三百萬的支援基金 或者是Cash 亦都是很決斷地取消了他們的周年的晚會 改而將那些錢直接發放給他們的會員 令到他們可以解釋一個延微之急 疫情之下 很多的節目都要取消了 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年羹百起 譬如一些藝術節 好像香港藝術節 例如現在法國五月 整年的籌劃 亦都是因為疫情要被逼完全取消 甚至到來年的節目 究竟是怎樣去進行 亦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去到拍攝的這一天 其實香港藝術節 都只不過是透露了一些 他們的明年的highlight program 其實過往八月已經公佈了這些highlight program 到現在它甚至十二月 我想言之 疫情亦都令到他們很難去規劃 究竟未來的節目是怎樣 除了節目取消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團 或者一些教育機構 亦都是捱不過這個 好像是航東 例如由唐少偉成立 剛剛二十年的香港同聲合唱團 他就是因為疫情 沒有辦法繼續營業下去 而黯然結業 除了表演之外 亦都有很多比賽 考試其實都被迫取消了 例如是三月的校制音樂節 或者是很受香港人歡迎的 英國皇家音樂考試 全部都要取消了 其中這個皇家音樂考試 亦都宣布 它是將會可以採取 網上考試的一個制度 不過 舊有的制度 其實亦都可以進行 不過只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暫時還未能提供 所以其實 已經在尼電 已經有很多的考生 開始準備 去考這個新的網上制度 雖然沒有現場的演出 不過其實節目一樣豐富 無論由外國還是本地 亦都開始把所有節目 搬上去第二個平台 就是網上去演出 初時可以變成一些 將舊節目 放在一些社交平台 讓人去看 後來直接把這些新的演出 放在網上 譬如說 香港中樂團 和香港管研樂團 其實他們都先後 用4K和5G的技術 將他們的現場演出 做直播的串流 又或者是康民署的一些節目 例如《國際綜藝合家夫》 以及《紳士藝藝術節》 他們都將這些節目 放在網上的平台 讓觀眾可以在安助家中的情況下 亦都可以欣賞到節目 又或者像小交響樂團 利用和電影去合作 去發掘更多的可能性 我相信疫情過後 除了可以回到現場演出外 到時候亦都會有更多選擇 或者更多不同形式的表演 讓我們去欣賞 講完一些跟疫情有關的事件後 就講一下一些人事的變動 首先就是香港管研樂團 其實在這段時間 公佈他們將會延長和Yap的合約 去到2023-24樂季 與此同時 在這段時間 香港管研樂團 就找了廖國敏 來去代替 入去指揮港樂的演出 所以他早前 亦都宣佈 委任廖國敏 成為一個駐團指揮 合約去到2021-2022樂季為止 可以說是給了一個正式的名份 至於香港小交響樂團 本身他們的計劃是可以選出新的藝術總監 不過可能由於疫情的關係 到現在他們都未能公佈新任的藝術總監 所以現任藝術總監 而葉詠詩就會轉為桂冠藝術總監 和柏彭他在這段時間 負責處理樂團的藝術發展 而早前 今年西九管理局宣佈 他們的CEO 柏智高 將會提早離任 這也是第三位CEO 未能完成他的任期 不禁令人懷疑 當中會不會有什麼事情在後面呢?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大事 就是新世界宣佈他成功收購了 不割黃都戲院 也同時會將他進行保育 不知道接下來 究竟會不會成功 重拾黃都戲院昔日的風光場景呢? 最後是一些惡人離世的消息 包括資深的音樂教育者 李德君 以及Asian Youth Orchestra的創辦人龐順 也在2020年離開了我們 以上就是我挑選的2020年 香港古典樂界的大事 不過我都要套回頭盔 因為我相信也有一些事件 可能我未曾聽過 或者你也會覺得 我沒有選擇 但你覺得是一些重要的事件 不妨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去讓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回顧一下今年發生過什麼 最後最後 記得要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在這裡預祝大家 2021年會有一個好的一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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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